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了眼睛 吃了眼睛啥时候吃也好 快速休息 如果你在吃修的路上 吃人家会吃了眼睛 有很多魔镜 有很多魔镜是什么 如果你戒律很经验 所以佛的大臣 你看人家经里面佛说 五十英魔 五十英魔的时候 没有人问问题 他的弟子没问是佛自己说的 因为其他的都是别人问他说的 但这个五十英魔是佛自己讲 为什么人家弟子很少遇到 为什么人家戒律经验 人家的沙道也已经禁了 就是离清去戒律经验的人 不会遇到魔镜 很少 我们在家人才回 就是在家人没有戒律不够 就是心情上的戒律不清醒 所以由于用天魔镜 就是带着欲望带着喜气则修 这样呢 我们有两个地方是最容易入幻境的 因为人道比我们高的那俩 一个是天人的境界 一个是天魔的境界 天魔比我们高 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诱惑 还有天人就是很容易产生我脉 很容易有成就感 很容易显示自我夹着 我好厉害啊 你看我是佛 然后不平等 我修了三十年 你修你出学离我远点 肯定不如我嘛 他平等心生不起来 还有慈悲心生不起来 天魔的 平等心没有慈悲心肯定没有 然后我慢很重啊 就是怕我慢 然后就是 然后我就很厉害 然后众生绝对 我是最厉害等等 但天人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特清净 你看 我没有眨捏吧 你看我清净了吗 你看我不定了吧 你好杂乱啊 好脏啊 这个世界是够啊 这个世界是够近啊 我好圣洁啊 我好完美啊 这是天人境界嘛 他真是觉得自己很清净啊 别人稍微靠近他 他就全身汗毛都炸起了 就是觉得 他真的觉得清净了 那是跟他的心相应的 他就进入了天人的境界 就是他觉得他圣洁觉得 众生都是够病 脏乱差 这个世界是五卓恶事 然后呢 哎呀 我 十二节罪我独行 这都是 就是我们从人到祈求 进入两个境界 这两个境界我们 人并没有 一旦开始修 就很容易就进入 欲望重的天魔道 欲望 男的很容易就天魔道是什么 男的不是他这个 自我成就感高 他就是 就是那种 哎 要成就 男的他有力量嘛 他就觉得 哎呀我要成佛做主啊 普度众生啊 我要怎么样 他那种自我成就感中 就是 我们就由于受天魔道 女的情职重 他就还想依赖呀 依恋呀 依恋呀 恋呀 恋 他就由于自我完善 就跑到天人道 就求圣洁 求完美 求克 就觉得自己很白 别人很黑的那种 这两个境界都是比人力高的 我们是 即使我们界别出来 我们都喜欢 嗯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在天人境界 也知道在天魔道 但是我们还是喜欢 这两个境界 因为他比人力已经好了嘛 就有残悦了 你已经很喜悦了 就算我慢读 我慢得很开心 所以这两个境界 就被控住了嘛 因为他比人力的等级高 所以很容易控制这 如果地狱到 我们肯定跑出来了 因为你不可能会地狱到弥足的 你拼力的挣扎要出地狱爬出来 因为那些境界 困不住你 你不喜欢 那喜欢的就这两个 所以佛指着说的就是天邪 就是神仙的那个境界 说的比较懂 一个是天人的境界 一个是天魔的境界 就是这两个境界 不要留 千万不要 赶紧穿越而过 你成就无上 只要否则就被控在三界了 所以这就是雷延经后面讲的 天也是大天 天邪 怎么说那个法语 天邪 邪是怎么发音 天仙 天仙的境界 还有天魔的境界 天魔的境界 就是很犹豫的 一般 那为了破这两个境界 那个时候吃了一项 最有力了 因为你那个时候 你心里面有欲望嘛 你不知不觉就困在里面 如果再有外力干扰 就是有条有力的 就是外魔干扰 你就出不来了 你本来自己有一面欲望 就偷偷地喜欢了一下 本来也想喜欢一下 就走的完了 你就那一下 人家把你扣住了 就是入了牢笼 人家把你锁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拼命吃雷延忠 吃那个雷延忠 你就由于解脱出来 因为 因为那个 他们的天魔道的 它那个力量 它靠不住雷延忠 你就能破它的像 因为雷延忠是从佛顶楼发出来的 因为这一块它是什么 它破一切像 这个雷延忠 它破所有的道 它不止破天魔道 它破菩萨道 甚至十地菩萨 八地菩萨吃的咒语 它都会毁灭 它都会 阿罗汉吃的咒语 它都破败 它都会摧毁 因为它破尽一切像 你只要在路上的 还没有圆满 就没有圆满果位的人 持咒 都会破尽 因为它已经是最高车 就是破的东西 所以没有东西它破不了 它破所有幻境 它能源就破所有 所以你 因为你路上在天魔 天魔道是幻境 所以你持能源之后 它就破幻境 它能摧毁它那个风电 所以你就出来了嘛 所以持能源之后是可以的 如果持修 尤其走到这一步 但是我们还没走到这一步 大家就是还在人道化 那先持上吧 先持上 到万一呢 一不小心溜到天魔道去 大家都成熟了 大家都成熟了 大家都不想出来 迷恋 大家都成熟了 都不想出来 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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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但是了解能源之后 它从顶容而发 破一切幻境 因为你现在就是幻境嘛 我们出不了 我们轮回涅槃都是幻境 甚至佛像都是幻境 它摧毁一切幻象 所以它的力量挺大的 那老师 那持咒的话 因为这个 那个发音有邀请吗 没有 因为发音不可能有邀请的 因为大家肯定标准不了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心 理解说心嘛 有一个佛是能听懂你在说啥 佛 甚至你鸟 你鸟鸟发佛 都知道你在持能源咒 你借佛的力量在破 知道吗 而且你能源咒 它是从空性而出嘛 它破一切幻境嘛 佛在最高 而且它是佛失陷了顶容的成就嘛 这个是正等无上正等正觉的人 才能失陷出来的 它里面有它的功德 就是你持能源咒 众生就知道 哇 你是佛弟子 知道吧 不看身面看佛面 离远点吧 佛在那里面 佛在你那视线了 而且是化身佛 坐在你头顶持咒呢 虽然你持的一只半截牙 咳咳啪啪啪 就像那小幼儿在那儿 有的打他 他说我妈是水 虽然说不清楚 咬牙不清 但是外道知道 其他的魔道说是 哇 哦 他说他妈是水 离得远点 就那样 你为什么外交比我们都厉害了 你真的不厉害 老师说你连老虎也打不开外道 这不重生 你连这野猪也打不开 外道怎么不厉害了 我们人力多脆弱了 我们就会有点阴谋诡计 你出去跟那只鹅打一招 我们朋友吃鹅很厉害的 别说是外道 我们就是脆弱嘛 我们没有那种力量 你的 在地球上 你的体力不够 身高不够 你哪有力量 心力不够 你哪什么打 什么厉害嘛 外道又有神通 天来天幕都有五神通 除了露剑通 怎么可能抓不住你呢 连鬼都有五通 鬼通嘛 什么叫鬼计夺端 你耍鬼计都耍不过鬼 人是没啥 没啥力的 一休息就被带住了 不休息也被带住了 我给你带住 什么想法 你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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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住 你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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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